轎車鄰庭路邊 車主下車買東西沒 熄火 監視機拍到一名男子 悄悄靠近鑽進車裡 催油門開走 偷來的車 男子開到了高雄鳳山區 用倒車方式來回衝撞 迎樓鐵捲門 半個小時後又繞回來二度衝撞 老闆娘聽到聲音下樓 店內物品被撞回羈押 自己以連帶受害 被撞傷 左胸挫傷 男子有毒品前科 身份被掌握 他向警方攻稱 他曾在一百零七年 到銀樓回賣黃金 不滿業者 受購價太低懷恨在心 只是六年前的消費糾紛 隔了這麼多年 突然想起開車衝撞報復 說法不太合理 說男子每天來泡茶 雙方都認識 對於開車衝撞 真正理由不願多談 一無仇怨糾紛 為其犯罪動機為何 並未清楚交代 男子衝撞完銀樓 把偷來的車丟棄在前陣區 自己騎機車離開 警方根據監視器逮到人 依傷害毀損 凡害自由法辦 衝撞動機是否如嫌犯所說 是金氏的買賣糾紛 還要調查 390正和紅樹豬高雄報道